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我记得去年我做了好几期节目 预测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皇上这个经济变量 无法给我们提供准确的预期 咱皇上治理中国经济 不是跟着市场变化走的 他是跟着自己的喜好走的 而且他本人及其身边的小团队 又都是经济文盲 所以这几年我们对中国经济观察下来 就是两个字失望 其实我们去看资本的态度 也是这两个字失望 所以今年年初无论是A股跌破2800点 还是经济数据各项拉垮 其实都是皇上治国这个不确定因素造成的 很多理中客们经常抨击 畅衰中国经济的立场 他们给出的理由比较典型的有这么两条 第一条呢 说共产党无所不能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经济只要他们想搞好 一定能搞好 而实际情况呢 咱也不能说搞好的完全没有 但就经济这个领域来说搞坏的居多 而且一旦坏起来了 那就是一砸到底 49年到现在实力那就太多了 咱观众们肯定能自己总结 我就不废话了 第二条呢 是典型的打起论 那就是为了打台湾 皇上故意要把中国经济干崩溃 社会要乱了 你穷了 你才会被他拉上战场 这个是典型的以结果反推原因 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中国如果社会矛盾尖锐到了人们无处宣泄的地步 共产党或者皇上本人感到地位不保 那么他就会煽动民族主义 以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同时对国内进行战时状态的管制 以这个理由控制住国内局势 那么这种为了自身的权力存续 而不顾两岸人民死活的事呢 的确像是共产党和皇上能干出来的事 所以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我也能认同 但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拿着结果反推说 因为经济崩溃了他就会打台湾 所以他就是要把经济搞崩溃 人在危急时刻要断臂求生 所以为了求生先把胳膊砸了 这逻辑让人满脸问号是吧 所以上述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中国经济崩溃的推演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巨大的体量 和改开30年取得的一些惯性优势 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迅速滑坡和加速萎缩 而不是原地爆炸和轰然倒塌 况且经济崩溃不代表政权就一定会崩溃 政权存续问题皇上还有台湾牌可以打 而经济形势很难被人力所扭转 这个了解基本经济学知识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第一条犯的又是一个常识性的低级错误 不是你能控制政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想搞好经济那经济就能被搞好的 宏观经济这门学科的出现 是因为有政府这个经济的参与者出现 而只要宏观经济存在 那么经济周期就会存在 所以如果政府继续存在的话 那么经济周期他们就不可能能运平 一定会受到这种客观规律的制约 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 就算是共产党也一样搞不定经济问题的 而作为个人 我们的网络安全却是Surfshark可以搞定的 刚过了新年春节又快到了 小翠在这里提醒您 过节期间无论是出行还是购物 一定要重视网络安全 用Surfshark给您保驾护航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今AI的发展大大助长了黑客行业 AI可以让黑客的攻击变得门槛更低 速度更快 频率更高 范围更广 Surfshark1包含了VPN和一系列网络安全工具的组件 Alert Search Alternative ID 还有Antivirus反病毒 更是让您免受恶意软体 或网络钓鱼站点的侵扰 时刻守护您的设备 您不需要纠结选哪个 只需要购买Surfshark1就全都有了 并且您只需要一个账号 就可以多平台无线设备数量使用 让您从此避免设备间顾此失比 绑定解绑转移等一大堆麻烦 绝对是性价比拉满了 如果觉得网络安全 值得您每月花上一杯咖啡的钱 现在就通过视频下方简介 或指定留言链接直接订购 即可获得新年优惠加5个月免费 30天内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记得一定要用咱们的链接 或优惠码COI翠 否则享受不到最高折扣 最后小翠提醒您 Surfshark VPN在100个国家 有超过3200台伺服器 购买前请确认您所在的国家 是否支持使用 比如在中国就会受到限制 不建议墙内的朋友购买 特次提醒 好 回到我们的话题 至于刚才提到的第二条大棋论 拿着答案反推解题过程 显得就更加荒谬了 因为在我看来 武统是皇上的最后选择罢了 如果中国经济足够强大 那么可以动用的非暴力手段 只会更多 比如吸引更多的台商 贿赂更多的台湾政客 经济侵略台湾 明显付出的代价 比战争要少得多 这才是统一台湾性价比最高的手段 所以不存在说 皇上是为了打台湾 故意把经济搞砸 如果是故意的 现在何必要救呢 大家看现在中国经济衰退了吗 确实衰退了是不是 共产党在救吗 当然在救 看看最近几个月给多少国家免签证就知道了 这可是涉及大国颜面的事 不到万不得已 皇上会放下面子吗 虽然皇上也在救经济 但是确实呢 救的手忙脚乱 为什么 因为皇上是外行啊 意外不懂装懂 所以我们会发现 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朝令夕改 想到什么是什么 一直在试错 所以我才说 皇上是中国经济 那个最可怕的变量 或者你说他凭一人之力就把中国经济加速崩溃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也是没错的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跌到哪个程度了 再预判一下皇上可能又会出哪些混招 首先就是股市的连续走地 这个前不久咱们刚刚出过视频专题讲解A股皇上为何救不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队救世的钱需要皇上去批 而皇上审批的其中一条标准就是你的操盘成绩 这就造成一个无解的死局 因为A股正在跌 所以国家队需要钱救世 而国家队也因为A股跌账面正在亏损 而皇上考核国家队呢 又是操盘亏损就不能申请更多经费 这就导致现在国家队根本拿不到更多的钱救世 当然这里头还有财政本来就拮据的问题 国家队需要财政的拨款 而财政现在是哪哪都需要花钱 否则也不会一个A股就是基金含了这么久 也没见他们弄出钱来付诸行动是吧 所以我一度猜测皇上要么是不懂股市怎么玩 要么就是共产党内各个部门的考核机制太死板 各自只管各自的事 突破制度这种事没人敢干 这就导致只要皇上看不到体制内有什么问题 其他人根本不敢冒头 而皇上这个经济文盲 他是想不到A股救不起来 这就意味着他的什么科技创新投入会全部打水漂的 道理很简单 如果二级市场如此拉垮 谁还会去投风险更高的一级市场呢 大家投一级市场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在二级市场掏钱赚钱吗 所以没有二级市场哪来的一级市场分投 科技创新被认为是拯救中国经济目前唯一的出路 可是没有二级市场的支持 皇上的产业基金投入再多也只会是掉入无底洞 亏得抵朝天 更别说带动民间投资了 皇上的钱别被骗光就已经是万事大吉了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A股跌成现在这个熊样 证监会似乎很淡定 按理说去年证监会就说了要控制定增啊 大股东减持这些个行为 但是咱们好像没有看到上市公司乖乖听话了 该减持他们照样减持 该违规套现他们照样违规套现 上交所这两天还专门发了一个通告 说上市公司如果违规减持一百万股以上 或者金额达到一千万元以上的 上交所将对有关监管对象予以公开谴责 哇塞好重的处分啊 公开谴责呢 上市公司看到了会怕吗 好像不会吧 当然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的主要责任人是证监会 但是证监会确实没有让我们看到他们很着急 他们很努力想要控制股票市场的违规套现行为 咱们看到的反而是上市公司在顶峰作案 生怕跑晚了就割不着韭菜了 甚至他们连国家队的韭菜现在都顾不上干割了 所以皇上要是看到了我这期视频 我估计他就是一拍脑袋把证监会的人都给抓了 换一套班子来干活 这里我就要大发闪心给皇上指出一下他这个当家的问题在哪了 对于监管部门 无论是央行也好 证监会也好 皇上犯了一个大忌 那就是削权 把这些机构的权力上收 这就意味着他们权力寻租的空间就变小了 以前确实贪的多 但是也干活 现在啥也不给贪 那他们也就不会干活 反正干不干都一样没啥可贪的嘛 那还不如不干 一切听皇上指挥皇上拨一下 他们动一下 所以这种专业技术部门皇上还是要给一定的自主权力的 一定程度的腐败是效率的润滑剂 咱这里不是鼓励贪腐啊 主要得看中国是个什么体制 又不是什么民主自由的清廉国家 自己就那副德行 谁都不会对你真的抱有什么长远期待 大家就是来混口饭吃的捞钱走人嘛 结果你又要人家干活 又不许人家贪 要求他们各个像圣人一样 这在集权国家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的权力本身就没有监督 所以皇上这个脑筋如果转不过来 只会导致技术部门集体躺平 全都成了木头 啥都让皇上自己来干 那说完股市 咱们还要关注一下房地产 今年刚开年 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就又刷出新地 首先是全国70个主要城市 在去年12月的二手房价格 出现了自2014年10月份以来的 首次全部下跌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 全部沦陷 其次是一线城市去年12月的新房价格 也出现了66个月以来的首次全部下跌 这个成绩差不多是比2015年房地产 启动涨价去库存之前还要差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根本还没有跌到底部啊 一线城市城中村拆迁已经在进行了 但是咱们之前也分析过了 根本不够量来支撑房地产上涨 现在中国房地产的体量 可不是2015年的水平了 老百姓的杠杆也加不动了 就算只是保一线城市房价 在一线城市大面积拆迁一轮 也是要砸进去很多钱的 另外这两天我还看到路透社有消息爆出来 说中国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发布了一项指令 要求全国12个高负债地方 只要投资还没过半的基建项目全部要停 包括造高速造机场这些 只有中央批准的特殊项目 以及经济适用方项目可以例外不用停止 这个消息目前已经被确认是真实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咱们皇上又在招令膝盖了 原因当然是印钱印不过来了 地方政府这些基建项目纯是刷GDP去的 而且高负债地区已经是完全靠中央救济的了 所以他们刷一天GDP 皇上就要多印一天的钱 但是现在中央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后一个能背债的主体了 所以钱得花在最该花的地方啊 于是皇上可能要抛弃这12个高负债地区了 皇上应该是要把有限的资源都用在保一线城市沿海城市上 因为这些地方才能造雪 但是皇上随便改个主意吧 有一堆人却要跟着遭殃了 比如这些被叫停的基建项目 地方政府根本还没出钱呢 那都是承包商电资做的 现在一被中央叫停 地方政府更加没有钱支付项目款了 那么承包商就要血本无归了 然后就是建筑工人又要上街讨薪了 当然这些都不在皇上的考虑范围内 他就跟做错了题拿橡皮擦一擦一样 他脑子里的江山是他自己想象中的宏图大业 大旗大战略 小老百姓的死活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啊 那么接下来皇上要打算怎么继续救经济呢 其实皇上能想到的无非就是降息 只不过还是要给皇上提个醒 降息一要快二要多 挤牙膏一样一点点降已经不切实际了 咱们上期节目就讲过 降息的效果是会被通缩吃掉一部分的 所以如果CPI是负的0.5% 那么降息必须超过0.5%才有效果 因此一定要降的够多才行 降息对股市或多或少会有些作用 现在都已经跌到2800点了 你还不打算出手 你还等什么时候去降呢 另外就是还要考虑美国这边的降息预期 如果美国的降息落地 那就等于美国经济宣布软着陆成功了 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靴子一落地 美国经济就又要开始恢复增长了 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在下跌 这对汇率可不利哦 所以不能等到美国成功软着陆 你再来降息你得快了 现在市场都在呼吁皇上赶紧降息 以往惯例都是开年先观察两个月经济走势 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再决定降不降息 但是现在也不用观察了 一开年经济就已经这么拉垮了 这时候就是要提前注入强行争 要大力降息了 一次性降够了才行 至于其他的比如财税改革了 给老百姓发钱了 这些咱们也不用提了 皇上他也不会听 他最多就是发发文件 喊喊口号 能具体去做的也就剩降息了 还有就是给更多的国家免签证这些 再给美国服服软 拉下联说点好话 求人家再来点订单和投资 再往下掉价 咱们皇上就没法干了 老脸已经丢出去太多了 面子这东西皇上毕竟还是看得很重的 是吧 其实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是皇上不按常理出牌 又发明什么新招 比如突然他又开始打拳了 真垮某个行业啥的 那就真的是神仙难救了 唉 希望皇上他老人家 不要被我的乌鸦嘴再次说中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